哈喽,大家好,我是默金哥,很高兴我们又再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到底越南的榴莲盐是如何做的 越南的榴莲跟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吗? 嗨,各位朋友,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视频之前 请帮帮个忙,按个赞,还有订阅我们 下次我们会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所有都知道,一棵榴莲树,据说一年能产下三四百棵榴莲 但是来到现场,眼前看到的并没有那么神奇 对了,各位朋友,如果有看过我的视频的话 你又知道那天我采访黑色榴莲研究 他说,一棵十年的树,可以生产两到三百粒榴莲 他打果的时候满的时候是差不多有两三百粒 但是我们蔬果剩八十粒左右 就是说大概八十粒左右 一属是说,这种榴莲是生产有这么多 但是如果要切割的话,就是蔬果可能只能达到七十到一百粒 所以我们要用最保守的布计来更快 你的榴莲收成 各位朋友,看到这边 你就知道马来西亚的榴莲 还有外国的榴莲是不 这里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出来的果农 满点效益 看来是今年的果实收成相当的好 摩托车后面是满满一摞的榴莲了 在和农获的谈话中 一棵榴莲树一年能产下几百个榴莲是真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为了保证果实的质量 到了一定时间是需要修减的 把一些发育不良的果实摘除 确保其他果实的营养供应 真正能流到成熟期只有几十个而已 而且榴莲树不比其他果实 一棵榴莲树最多挂果也就几十个 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呢 就是一看究竟榴莲的价格到底贵在哪里 在和当地的农民打过招呼后 就开始商量今天的采摘工作和果实的卖价 各位榴莲的农民们 如果你看过了这个视频 你就知道我们的马来西亚榴莲农民 是多么幸福的吗? 他们每一天都要去采摘,采摘,采摘 榴莲树占地面子很大 一棵树就占地几十平方米 苗产量比荔枝,龙眼,芒果这些热带水果要低得多 听他这么一说,我沉思了一会 因为我知道水果的价格真的不是单单生产价格 它包含各种人工费用,采摘,包装,搬运,这些都是需要成本 生又果,里面一颗颗榴莲成沟沟的挂满树之上 工人们已经采摘了不少 一堆堆的放在地面上 这些榴莲树看起来高达20至30米高 相当于六层楼高度 当然也有一些矮化树形 这些矮化的树形采摘也较为方便 各位朋友,这些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请不要模仿 不要上去采了榴莲,然后丢下来 叫你朋友接 从表皮可以认识榴莲的优劣 凡追形刺又出大又输的 一般都发育良好,果粒多,果又厚而细腻 在选榴莲方面 它的知识和我们的有稍微大同小异 如果刺尖细,而且紧密 这样的话果又薄,幼稚粗糙 判断于榴莲的成熟方法 就是用手将相邻的两个刺拉近 很容易摆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成熟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它们还是,最重要是摇摇 它会有咕噜咕噜的声音 是证明熟的 如果不敢确定,再把榴莲用手轻轻摇晃之下 如果感到里面有轻轻的碰动的感觉 或消消有声的话 这就证明果又已经成熟 并脱离果核 这样的榴莲就是成熟的好榴莲 所以它们在采摘榴莲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要知道,这个榴莲 差不多要熟了才采下来 太小粒,它们不采下来 所以它一般上,对这种 采摘工作 是非常有经验才可以的 不然的话,小小粒就采下来 看看这边,它们连开榴莲的方式也不一样 它开的方法是这样子切的 我们的是切了八开 所以它的榴莲真的是跟我们 看着它们做这些动作 你心里是否在想 这些榴莲 这 果肉 是如何的 可以吃吗 来,我们接下去看 你就知道 果实它的气味浓烈 看到果肉颜色淡黄 吃起来会有一种相当圆绵绵的感觉 但是味道却非常特殊 沾性多汁,酥远味甜 感觉特别的臭 吃起来却并不臭 这也是榴莲的独特之处 大部分越南人都喜欢吃半生味熟透的新鲜榴莲 所以在我们这个榴莲的领域中 每一个领域都有它困难辛苦的地方 大家农民都是要加油努力 很多网友在马埃及亚的网友 会跟我说这种榴莲 他们是不大喜欢吃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每一样的榴莲都有它的爱好者 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喜欢吃他自己喜欢吃的榴莲 就比如说我们的阿埃西亚榴莲 我曾经邀请一些泰国人 我说你们的榴莲跟我们的榴莲不一样 你可以试试看哪个我不喜欢 我不要喜欢他们那种金枕头那种榴莲 没有那么软 它比较有那种缺缺的感觉 crispy crispy 所以我说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爱好 所以我们都是说榴莲都是有它的市场了 不要说马来西亚榴莲或是泰国榴莲 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 都有榴莲的外盒坚硬 分身都是大堆斥 目前只能人工采摘 现在看到采摘的过程需要两月才完成 一个在树上把榴莲弄脱落 另一个在树下用麻袋切 所以采摘榴莲本身就是枝树火 危险系数也很高 有些网友调侃说 从上面丢下来的话 如果又不小心就有被爆头的可能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这还真是说的没有错 再采摘完 看到这边呢 你就会想到 哇榴莲拆了 丢下来会不会掉到头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说 诶 榴莲树上是否有眼睛的 不会掉在你的头上 诶 千万不要这么想 那是以前的人说 真的会掉在你的头上 所以记得去榴莲圆千万要小心 如果可以的话 就戴个帽子 集合树后 工员们在聊了今年果实的品质 眼前的这位大叔 就是这片果主缘 脸上都洋溢的丰收的喜悦 切开了一个榴莲 就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其他人 再述说的今年果实的品质相当的优质 在马来西亚 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的榴莲都是成熟 从树上 从树上掉下 掉下树下的 我然后试起来 就可以吃了 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到他们种榴莲 看到他们的方式 看到这边 你会觉得他们的做法 有和我们不一样吗 非常大的不一样 意思就是 他们已经要爬上树了 要准备栽果 我们看后面你就知道 马来西亚是等榴莲掉 他们要爬上树 所以说到这边 我们先要跟大家讲一下 有兴趣种榴莲的人 就是一般上 一共一亩 我们可以种30个 最多我们可以种60个 或是有些人说 我会种更多 都没有问题的 最理想的就是30个 因为它的肌里有一段 但是很多人 为了有一些意外 就是有些 事情发生在那个小树里面 甚至他们一般是种多 所以这个要看你自己了 那话说到这边 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说法的 因为水果呢 如果营养供应不充足的话 那个榴莲水果就不美了 品质就不好了 人家所谓的生番薯啊 不甜啊 或是薄高粮啊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要思考一下 在种榴莲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营养供应充足 意思说你除了施肥啊 还要就是蔬果 记得 哇 看到这边 你就想想看 我们马来西亚 坐摩托和越南坐摩托的方式 是否有不一样呢 我们坐摩托 骑的 看到这边呢 你就知道 越南人 还有一些泰国人 都喜欢吃半身熟的榴莲 所以我们放车榴莲可以卖给他们吗 对吧 所以记得 每一种榴莲都有它的市场 如果你知道怎么营养 你知道怎么去做 这个营销 你就 看到这边 榴莲农民要注意了 吃完片刻之后 我们又开始了 一整个下午的采摘 采摘好的榴莲 其中放在住 方便挑选 称重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和他们谈话中了解到 这些榴莲 并未一定是直接售卖 有的会和一些工厂谈加工合作 把榴莲制作各种副食品 不过大多数都是出口到中国 也有收购的商人在现场衡量的果实 有一些榴莲不一定要直接售卖 可以跟一些工厂合作 这多是我们这边就是给一些榴莲批发商 然后榴莲批发商就打个价钱给你们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尝试用不一样的办法 好 看到这边谢谢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给我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在还没有离开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视频 下一次我们再见 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再见 来最后我还要感谢这个视频的创作者 祝农学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订阅他们的视频 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创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